大家好,我是鱼眼神 我今天带给大家明朝纪文任务失踪的孤红 明朝纪文任务与古龙的月光下 成就龙树上的万月亮 这个任务需要我们完成灵阳的半星任务之后 它才能够刷新的一个任务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无光之深紫月龙上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我们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前 你可以开一下你的任务追踪 然后往前走 跳起来一直找到这一个任务 好,我们跟前方的NPC对话 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 跳过之后我们再按一下V 进行追踪 接着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往前根据这个追踪 我们点击,不用点过来 过来之后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V 灵阳,灵阳在哪里 然后我们抬头 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所方 我们抬头看 在这个树根上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对话 是吗,呃,对吧 灵阳,灵阳当中受火 可能他一点伸手不打消 放弃或在我之前人一直在想 哦,不会有机会 也若果正肯定在这种黑暗的地方待久 Unpass 10米点完毕 现在 还预定 好,对话完成之后 任务完成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终端 然后我们需要先调一下时间 我们需要把它时间调到上午 我们就先来 我们把它调到11点 你调一个上午的时间 不然的话你会看不到这个Mins1的 然后我们再打开小地图 来到荆州城 城内的中枢性标传送点 出来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 然后就是在我们的南方向 小地图右方 然后我们偏右一点 然后超这个方向往前 前方这一个墙我们翻进去 翻进去之后 然后一直往前走 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 然后奶奶 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呢 就是你的时间没有调到上午 然后或者说 他应该是有一个银发生海湿的 内衣有一个三个系列任务 也有可能那个没有完成 导致了你看不到这个Mins1 然后我们跟他对一下话 然后左上角我们点击跳过 然后我们再跳过 然后按一下V任务最终 我们来到荆州城 城内的下方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前方 记录一个NBC 我们跟他对话 叫施语 然后我们左上角点击跳过 好 然后他再通话 然后我们按一下V任务最终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次来到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荒石高地 这个远望营地右侧的传送点 然后我们传送点出来之后 看一下在我们的 盖线任务最终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下角 然后在这个方向 在这个按钮的这里 然后我们跟NBC 然后在这里我们跟他对话一下 然后左上角点击跳过 然后我们清一下怪 好清完 清完怪之后 清完怪之后我们进入剧情 然后左上角点击跳过 然后我们再打开小地图 我们找一下 我们回到荆州城 城内冲出信标的传送点 我们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NBC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右方 然后我们偏右一点 然后我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我们翻进来 找到这个老婆婆 然后跟她对话 然后左上角点击跳过 好我们任务完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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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